欢迎继续大声凤华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时事要闻 蓝苍江美工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 丝毫在缅甸蒲甘结束 会后王毅同缅甸外长温娜茂伦 共同会见记者 王毅表示蓝梅合作启动六年来发展迅速 成功打造了区域合作的金色样板 他表示蓝梅六国将会继续秉承着蓝梅理念 弘扬蓝梅文化 推动蓝梅合作不断的提制升级 王毅用三个六概括了本次外长会 达成的一系列新合作共识 第一个六指的是讨论规划了 加强战略引领深化经济融合 做大农业合作等六大合作方向 第二个六则是宣布将实施 蓝梅农业合作百千万行动计划 蓝梅薪水惠民计划 以及蓝梅公共卫生合作计划等 六大惠媒举措 第三个六则是审议通过了 蓝梅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深化农业合作 保障粮食安全等六份文件 其中蓝梅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将会提交蓝梅合作 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来审批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当地时间4号 在缅甸蒲甘主持蓝苍江 美工河合作第七次外长会时宣布 中方下阶段将推出六大惠媒举措 与美工河国家分享合作红利 增添发展动力 王毅表示 中方下阶段六大惠媒举措 一是实施蓝梅农业合作 百千万行动计划 为美工河国家 开展一百个农季推广项目 培训一千名农业致富带头人 建设一万公顷师分良田 二是实施蓝梅薪水惠民计划 加强水文信息分享 新建水文气象预报站 为二十座水库大坝提供安全体检 保障流域七千万人防洪 粮食 供水和生态安全 三是实施蓝梅数字经济合作计划 在美工河国家建设云计算创新中心 开发现代信息技术系统 开展数字经济既能提升合作 四是实施蓝梅太空合作计划 与美工河国家联合研制对地观测卫星 提供返回式卫星搭载机会 欢迎五国加入中国参与主持的 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 开展月球及深空探测等合作 为各国提供空间科技培训 五是实施蓝梅英才计划 向美工河国家提供两千个学历奖学金名额 两千人自培训 培养民用核能等领域专业人才 建设蓝沧江湄公河学院 打造一流水资源人才培养基地 六是实施蓝梅公共卫生合作计划 继续根据湄公河国家需要 提供新冠肺炎疫苗 加强药物研发合作 共建公共卫生健康体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假期 芝加哥北部郊区海岚帕克市 在举行一个庆祝巡游时 发生了枪击事件 截至目前造成至少有六人死亡 超过三十人受伤 警方还在追捕一名 怀疑涉案的22岁白人青年 克里默强调这个嫌犯 依然是携带武器 对于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 也呼吁公众要提供线索 并且促请现场人士 一定要就地寻找避难的地方 当地官员表示 初步证据显示 男子是在附近的一处天台开枪 已在现场找到一支高火力步枪 而航空管理局就宣布 在现场方圆五公里的区域 设下了禁飞区 事发在芝加哥北部郊区 海兰帕克市 当地正在庆祝独立日 可以看到参加者 拿着乐器举行巡游 但是活动开始 约十分钟后 突然有人开始狂奔 现场一片混乱 民众四散逃跑 独立日巡游 原本吸引了大批民众 带着小孩参与 他们拿着国旗 或者骑着玩具车 但是队伍突然停下 之后传出了枪声 不久就响起警笛声 父母慌忙带着孩子 离开队伍赞毙 当地官员表示 初步证据显示 男子是在附近的一处天台开枪 已经在现场找到了一支 高火力步枪 有目击者表示 以为是军方在用步枪敬礼 但是之后发现民众逃跑 才知道发生了枪击案 我认为是军方 在用武器敬礼 但当我看到人在走 我找到我的儿子 开始走 我走到一间建筑 我试试试试试 我试试试试试 美国近期发生多起严重枪击案 包括5月24号 德州的小学枪击案 造成19名学童 和两名教师死亡 同月14号 在纽约州部法罗市 一名白人男子手持步枪 进入一家超市 直播行凶过程 10人遭到射杀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 在4号访问伊朗 和伊朗外长阿布图拉西洋会谈 阿布图拉西洋表示 两国已经度过了误解期 正在进入到发展全面关系的阶段 从去年9月起 伊朗和阿塞拜疆在边境 分别举行军事演习 紧张局势加剧 伊朗指责阿塞拜疆允许 以色列雇佣兵在边境线活动 而阿塞拜疆则指责伊朗 试图恢复曾被亚美尼亚控制的 阿塞拜疆边境的通行权 但双方均保持克制 并未爆发直接冲突 这次阿塞拜疆将外长 巴伊拉莫夫对伊朗访问 可为破冰之旅 为两国关系正常化 和地区局势的 和平稳定 我们在十多月之后 从十多月之后 同时,在两个国际上, 在每一个比较更多的 设计计计划进行 巴尔拉莫夫也表示 阿塞拜疆政府把地区安全和和平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已经采取实际行动 推动与亚美尼亚的关系正常化 同时,在某ści中,红固此自然检isation 菙 在这些地方的工作和其他人的目标 在这些地方的目标 在这些地方的目标 阿بدullah Syah还宣布 近期伊朗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三国将举行外长纪三变会议 双方还将讨论阿塞拜疆总统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事 方位是正常理路沐森 德海南报道 伊朗和美国合团代表上月底与Katar首都多哈 在欧盟代表协调之下进行间接谈判 以试图挽救中断近三个月的伊核协议 伊朗和谈代表首席顾问马兰迪接受本台独家专访 他表示美国是否将革命卫队剔出制裁名单 并不是和谈的前提条件和核心问题 马兰迪教授认为伊朗将坚持和谈的底线 西方必须完全遵守和协议的承诺 只要西方兑现了承诺 伊朗将随时愿意签订核协议 一些人说这些讨论会比较重要 在最终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够做交易 maybe the nuclear交易 会不会再次救出 这些讨论的作品 美国和欧盟友喜欢用 他们喜欢准备国家 他们喜欢准备国家 伊朗将这些讨论 据阿拉伯电台报道 美国已经同意从制裁名单中移除革命卫队 但至此马丹迪教授说 是否取消对革命卫队的制裁 并不是伊朗和美国和谈的前提条件和核心内容 如我们所谓的两个人 都在持续谈论 伊朗和美国 这些讨论的讨论 这些讨论是在美国和谈论 这些讨论的讨论 但这些讨论是在讨论 的讨论 在各种讨论的讨论 和其他讨论 关于伊朗要求美国保证 下一届政府不会违反核协议 马拉第教授认为 如何得到美国国会的通过 是拜登政府的问题 而不是伊朗的问题 但伊朗会坚持底线 当美问题 各方是否会达成一个中短期的协议 以此来代替永久性的核协议 马拉第教授没有正面回答 协议是李维正康姆森 德海南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关注 新任香港特区讨讨论 会在未来五年代表达成一个国民族协议 他同时表示 各界要同心同德 凝聚力量 团结应对香港积累下来的难题 李家超表示 自己就职时所宣读的誓言 代表着未来五年施政中 最重要的承担 他既要对香港七百多万市民 负起整体责任 做好香港的事 又要在施政中每天牢记 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做好香港的整体管制 在誓言里面最后的部分 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 这个责任是香港里面 行政长官个人的责任 也是唯一个人有这个责任 就是要向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要向香港特区负责 李家超认为 中央对香港的关心 照顾同香港特区的利益一致 也是一国两制下 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针对解决香港累积的深层次问题 李家超指出 首先整个政府要团结 才可以产生协调效应 另外更重要的是 香港社会各阶层要合作 各个地区要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来 才能壮大力量 他说只要各行业 各界别有机会有能力的人 一同参与 政府就会更有底气去解决问题 你举个例子吧 我们困扰香港多年的防务问题 那么防务问题涉及到很多城区的利益关系 或者是环节的困难 所以如果是只是政府工作 可能就只可以解决问题一部分 但是民间方面有很多能力的 我们是可以招揽 一起做工作 把这些问题去解决更好 更快 更有效 教育方面 李家超介绍指 政府通过从课程方面进行改造 加入中国历史 国家发展 政治制度等元素 以及对教师在操守培训方面 做大量的工作 让香港的年轻人更加认识国家 认识中国的历史和发展 香港政府之后也会继续相关的工作 将资源投入到学校 在这方面的工作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昨天是香港特区学生长官李家超 和新班子履新之后 首个正式的上班日 我们立刻联系 正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的 本台记者崔可君 了解一下新班子的工作情况 可君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那么现在就在香港特区 特区政府总部的前面 可以看到昨天星期一 是新的新一届政府班子 上任后的首个工作日 大家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特首李家超 他表示他在七一之后的 台风天的假日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他是马不停蹄的 跟各个部门召开相关的工作会议 来商讨一系列的工作事宜 那么他在今天周二 也是将会第一次的来主持 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的首次例会 那么他在明天也就是六号 星期三也是会首次的去到 香港立法会来进行做一次 行政长官的答问大会 那么在今天的行政会议呢 有消息指出 今天是将会讨论公务员嘉兴的问题 那公务员嘉兴呢 其实星球区事调查 早在今年的五月底就已经公布 但在当时呢 因为高层嘉兴是要超过7%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 所以这一问题呢 就拖延到了这一届的特区政府来解决 那各方呢都在都认为呢 这一届特区政府是需要尽快的将这一问题拍板 所以消息指出呢 今天的行政会议将会讨论公务员嘉兴的问题 那对于新加入管制团队的班子 他们的工作情况又如何呢 那么新加入的医务卫生局的局长卢丑茂 他就在昨天表示 有不少市民呢对他 向他表示出对于通关的关系问题 那他也认为呢 香港的疫情通关是一个首要的 要解决的问题 那他是希望在今年的8月4号 也就是七夕节 他是希望在这天呢 香港的疫情是可以受控 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是可以返回内地 那他也说呢 两地正在积极的沟通协调 是来进一步的增加 香港返回内地的简易酒店的名额 以及是严厉的打击 相关名额的炒卖行为 让更多的有需要的市民 可以尽快的返回内地 跟家人团聚 那么在我身后的特区政府总部呢 稍后九点半呢就会 李家超将会在这里进行行政会议之前呢 来会见记者 那之后呢 在今天行政会议的内容 我们也将会继续的为您跟进报道 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先将时间交换给湘子王峰 好 也谢谢客君 大幕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香港第六届特区政府问责团队 7月1号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视下 正式宣誓就任 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宜 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 感谢中央政府的任命 未来会全力维护国家安全 守护市民生命财产 2022年7月1号 香港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在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警务处处长肖泽宜 与一众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视下宣誓就职 肖泽宜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 感谢中央政府的任命 定当带领香港警队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 守护市民生命财产 当然我深感荣幸 因为中央政府 我很感谢中央政府 对我的任命 和对我的信任 这个我觉得 作为一个主要的执法部门的一个首长 这个我是非常光荣 能够继续在未来这段时间 去带领一个这么大的团队 继续维持国家安全 维持香港的治安情况 和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这个我是非常之永恒 在香港警队的保家护航下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 圆满完成 肖泽宜发布短片感谢同僚 用行动演绎出忠诚为民 无惧风雨 不如使命 更相信在一国两制实践的道路上 会留下香港警队忠诚专业及团结的足迹 作为警务处长 甚至整个警队 当然我有一个责任 带领警队去确保所有回归的庆祝活动 能够在一个安全有罪的情况之下进行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职责 另外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 当然也都是香港政府去维护国家安全 这个是一个天经地义 也都是我们种中之种的一个职责 随着新一届特区政府正式履新 肖泽宜表示 管制班次成员背景多元且执行力强 相信会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带领下 聚焦发展做实事 展现出全新气象 在我认识的班子里面 或者是整个公务员团体里面 我是看得到很多基本上都是文武相传的 个个都有他们各自的能力在里 甚至乎你说我们作为一个纪律部队的首长 是不是纯粹一个武官呢 我都不会认同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人为才 如果有能力的应该要尽用 肖泽宜说 一路与香港市民同行的警队在锤炼中不断成长 虽然时代在变 但警队的初心从未改变 过去其实这十几二十年我们很着重一个内部沟通 亦都是与市民我们的社区竞争这方面是非常之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对市民来说 我觉得我们要贴地 就是我们要贴地 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希望和市民的关系 是警民的合作是更加有效去做得好呢 我们就要令市民对我们的信心是要加强 怎么样令到他们对我们的信心加强呢 我们就要知道他们对我们的诉求 其实有一件事不变的 就是我们的初心 这么多年来 香港警队是 都是希望维持社会治安 希望保障市民生命安全 这个呢 初心是不变 就是时代在变 初心不变 未来五年是香港游质即兴的关键时期 肖泽一表示 香港警队作为主要执法部门 会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加强情报收集方面工作 对违法犯罪行为果断执法 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做出积极贡献 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香港科技界4号举行 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座谈会 运会的科技界人士认为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 让香港科技工作者深受鼓舞 未来会一同努力汇聚全球的创新资源 着力把香港建设成为全球创科的高地 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香港期间 来到香港科学园 在听取科技界人士汇报香港近年的 创科发展和前景时指出 国家已将支持香港建设成国际创科中心 纳入十四五规划 对香港有很高的期望 4号举办的座谈会上 不少科技界人士回顾了向习主席 汇报工作时的场景 表示习主席提出的期望令人鼓舞 国家过去几年在香港的科研发展方面 提供了有力支持 让内地与香港一些科技合作上 存在的长期问题得到解决 如今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 对香港的创科技来说是新的机遇 这次习主席访港并且发表重要的讲话 在香港社会呢 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对香港科学界来讲 大家都必受鼓舞 也深感振奋 现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实施十四五规划 都为香港创造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我非常感动因为习主席对我们很关怀 对香港的科技工作者很关怀 所以我认为香港的科技局面 从来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好 我认为习主席的一系列 这个批识跟讲话为一国良知 也是为基本法在科技方面 丰富了内涵 刚刚上任的创新科技 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泽表示 香港的创科发展要继续保持优势 在服务推动国家科技发展的同时 也需要让香港的市民 尤其是年轻一代感受到从中受益 香港的科创和工业的发展 一定要最终 要帮助香港的市民 排油解难 那么香港社会最大的民意 就是老百姓过上更幸福 更美满的生活 那这就是我们下一步 搞创科 搞工业发展的最大目标 那么怎么样通过科技的手段 让香港的市民感受到 这个生活带来的便利和方便 那么怎么样通过产业的发展 为我们香港的年轻人 提供更多就业 向上游动的机会 就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讲 叫务实有为 不服人民 面向打造全球创新高地的目标 香港科技界还向新一届特区政府 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 比如说如何完善创业生态 如何吸引更多的香港青年 投身科创工作 而北部都会区又将如何汇聚 全球的创业人才 他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能够使这里的科技 更好地以香港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习近平七一讲话表明 一国两制是好制度 没有任何理由改变 那么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邀请 时事批评员更新先生 为大家做点评分析 该是我们看到连日来 香港各界都在学习贯彻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 对此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这个习主席 这次的整个讲话 有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政治逻辑 一个政治概念 就是香港所实施 25年的一国两制的 我们这样一个构想和实践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由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是个好东西 所以它就会长期坚持不变 于是也就为我们 现在这个整个 这个今天咱们新班子 整体理心上路 任重道远的这种努力 当中就有了方向 就知道我们到底 今天忙的这些事情 是为了什么 它是在一个什么样 一个大的 一个责任定位里边 来体现它 这里边最根本的这句话 就是香港25年实践 证明一国两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呢 我注意了 我最近这几天 我都在注意学习 习主席讲话和相关的 其他的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朋友们的学者 政界的一些朋友们的 各种的这个体会 我觉得大家呢 对这个生命力的香港生命力 一国两制生命力这个概念 讲的还不够 我有这么几个体会 第一个 他首先是讲了一个 生理年龄的生命力 就是说香港的人均寿命 在几年前已经超过日本 现在和日本差不多前后啊 一直是等于是在世界 是最一流的水平 这就是最直接的生命力啊 我们经常讲一个地方的幸福生活 一个地方人民的这种美好愿望 其实呢都体现在这个人均寿命最长这一点上 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最具强大生命力 这是第一个生命力 第二个生命力 就是香港这种生命力 我们在香港生活和在海外 比如说我在日本也长期生活 我也到欧洲去过 比如像欧洲的一些 像北欧的一些寿命比较长的国家 和日本这种国家 相对来说 我感觉没有香港这么有活力 而且呢它不像香港呢背靠祖国大陆 有这么大的潜力 这一点是其他的这些高寿命国家 所不具有的 所以香港的这种生命力就更加强大 就显得更加有持久性 第三个活力 生命力就是制度的生命力 就是一国两制 它是作为一种制度 没有过的这种人类的制度史 治理史的创举 而且它是作为一种我们观念的创新 注意 制度的创新和观念上去 如果我们都把它看作是 上层建筑领域的话 那么它给我们整个人类 提供了一种新的一种公共财富 国际性的公共财富 就是我们大家在遇到一种 不同的这种人群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族群 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无论是国与国 还是一个国家内部的 不同地区之间 不同种族 不同人群之间 大家都要合而不同 要包容 要相互找到共同点和公约数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不断地求同存异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我觉得这个是一国两制制度 和一国两制构想 最伟大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 在今天百年变局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感觉 美国在百年变局 它为什么那么进退失去 就是因为它不能容忍 别人跟它不一样 只有它优先 只有它是至高无上 别人稍微有一点跟它不同 它就要去改造别人 甚至搞什么颜色革命之类 这个完全不可取 也做不到 百花齐放才是春 一国两制的这种伟大构想和实践 就证明了这个客观的规律 而且它将会在今后香港 包括澳门的发展 以及今后我们在祖国统一 和海峡两岸 我们共同互动的过程中 不断地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好 也谢谢更新先生的 点评与分析 习主席在讲话当中 特别表达了对香港青年人的 关心关爱 提到要引领青少年 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事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 青年工作离不开基层社团的 点滴长期投入 在第一波的疫情 比如说三月份四月份 来得非常凶猛的时候 确实是感染人数是大幅量的上升 政府的部门的很多的服务的根部上 在这个时候 很多的友好的团体 包括我们地区的团体的话 都是一马当先 义不容辞的 站在第一线 特别是年轻人 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发现 香港的年轻人是非常爱港的 是非常的话 就是说有正能量的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他们挺身而出 来帮助地区来做工作 比如说我们派发防疫物资 包括一些口罩 还有一些药品 给一些确诊的家庭 确实解决了一些 他们的燃眉之急 也帮助他们 克服他们的心理的障碍 那么这是只是一点 但是从这一点 我们也看到了 原来地区的民生工作 是这么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一些 这一区类的社区的工作的话 我们想象的 我们觉得那个情况 是不堪设想的 习主席提到 青年心则香港心 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 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 应该说青年工作重要 而且关键 他们的学业 就业 创业 置业 实际困难 社团怎样去关心 并且协助解决 让青年成长都有更大的价值 和香港和国家命运相连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九龙社台联会在12年前 已经开展了 本地大学生 到内地的一个实习计划 每年的暑假 将近是两个月的时间 在内地 那么从2019年开始 因为黑豹的 那个事件的原因 2020年的疫情的原因 所以的话呢 这个内地的大学生实习计划 就停止了 但是我们内地的停止了 但是呢 香港本地的没有停止 连续12年 每年都进行 大学生的实际计划 有很多的青年的话呢 去了大湾区创业 这个消息 我听到了 也是非常的开心和高兴的 很多的香港年轻人 有部分的香港年轻人 他们不太了解 国内的发展 所以的话没有走出去 但是我们这个计划呢 做到很多的一些 有心 就是说 有心的大学生 走到内地 他看到了内地的发展 所以的话呢 接着下来 他的毕业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 他的选择的话呢 去到大湾区那个地方 去创业 去就业 这一点的话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计划 是成功的 今后我们会继续 坚持努力地 在做这种计划 帮助年轻人 怎么样认识祖国 怎么样就是认识 自己的民主感 然后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自己的人生 应该是怎么去规划 是怎么样的 是用正面的一个思考 然后的话呢 才规划自己的人生 凤凰卫视 蒋晓峰 香港报道 来看一下 香港媒体的报道 经济日报呢 关注到 西九文化区 第一个商业项目 也就是艺术广场大楼项目呢 在今年二月份 曾经接获至少四份标书 但是当局最新公布 不接纳所有标书 将会再优化内容 包括延长建造营运 和移交期 从原来的三十四年 延长到四十八年 希望在未来数个月 再进行公开辙标 希望在今年之内 能够批出项目 对此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副行政总裁 严经师之言 对于能够优化项目条款 感到相当的开心 因为关乎过去数个月 整个西九文化区的发展 非常正面 其中去年第四季 区内的餐饮零售 每月平均收入 较过去12个月 是增加了近八成之多 而停车场 每个月平均收入 则是大增近九成 也反映出项目 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同时香港的土地资源紧张 因此他也相信 项目价值得以优化 并且相信 推出优化版本之后 其价值会更加提高 来看一下香港的疫情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截至到4号零点 香港新增了 1841宗的新冠肺炎痊症个案 其中196宗是输入性个案 另外都是本地 当局表示 传播力强的BA4或BA5 变异病毒已经在社区出现 也会关注此类个案的爆发个案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 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通报 截至7月4号 香港新增1841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其中196宗为输入个案 其余1645宗均为本地感染个案 新增的本地感染个案中 276宗为经核酸检测确诊的个案 1369宗为经核实的 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个案 过去24小时 香港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第五波疫情爆发至今 香港累计9192人染疫离世 变异病毒方面 香港新增34宗BA.2.1 2.1个案 其中20宗感染源头不明 而14宗个案有病毒关联 此外 再多11宗怀疑BA.4或BA.5个案 对于BA.4或BA.5会否成为主流病毒 在社区广泛传播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 暂时难以预计 会密切监察 至于学校方面 单日新增600宗感染个案 涉及421间学校的485名学生 和115名教职员 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要求 4间学校的相关班机停课一周 凤凰卫视王叔 香港报道 那么新冠疫情之下 疫苗都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来看一下今天星岛日报的报道 是提到了奥密克戎 已经成为流行病毒株 为了应对疫情 药厂正在加紧步伐 研究第二代疫苗 克星昨天宣布 将与香港大学 临床试验中心的医学研究团队 以及港医医院进行合作 进行奥密克戎新冠疫苗 加强剂的临床试验 以评估成年人 接种该疫苗的安全性 还有免疫原性 预计会招募300名的成年人 去参与计划当中 那参与过克星和国药 二代疫苗研发的 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 传染病科主任 以及林修教授孔宣毅 他就表示说 透过希望临床实验 能够推动疫苗研发和使用 那么临床教授就表示说 预计说BA4和BA5 在未来会成为一个主流病毒 但是他认为 经历过了第五波疫情之后 香港已经筑起了 良好的免疫屏障 所以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澳门的疫情 澳门新冠应变协调中心表示 截至傍晚六时许 新增55宗初步阳性个案 而4号举行的第四轮 全民核酸检测 至今已就有两管混样的样本 成为阳性 卫生局就表示 近日新增个案 六成都是社区发现 反映社区仍然是有隐形传播链 澳门第四轮全民核酸检测 于四号早上九时开始 截至当天下午三时 已采样16.4万人次 其中1.4万人次已有检测结果 呈阴性 共有两管混样样本呈阳性 应变协调中心表示 每天核解能力七万管 按现实实混一混管样本方式 即一天可以检测到70万人的核酸样本 原则上可于两天内出到全部结果 卫生局表示 在社区发现个案占六成 显示社区上仍有传播链未能发现 未能及时做管控 加上病毒传染性非常强 传播速度非常快 一人感染后 可能一天内很快传染到同住人 卫生局同时宣布 自第501例新冠核减阳性个案起 将不再上载所有阳性个案形成 以便集中人力做好跟进管控工作 若患者形成涉及较多公共场所 当局才会公布 另外协调中心表示 目前三顶医院人员 包括外判工作人员 共21人确诊 其中绝大部分是外判清洁人员 在没迹象显示 医院出现传播现象 现实医院已加强防范措施 至于在四季民店涉及病例较多 包括销售员 清洁及保安人员 同时他们同宿舍的人员有被感染风险 因此已要求业全人暂停当中一些店铺营业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再来关注今天的药文早报 欢迎回来看一则最新的消息 4号是美国独立日的假期 芝加哥一个庆祝巡游活动发生了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6人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当地警方已经逮捕了 这名怀疑涉案的22岁的白人青年克里默 这是我们刚才收到的最新的消息 再来关注到的是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北约试图将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出口问题 与乌克兰港口的畅通联系到一起 目的是为了在黑海建立北约海军部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 对俄罗斯在有乌克兰粮食的商船 在土耳其被扣留一事做出回应 并表示 俄罗斯对粮食和化肥的出口没有任何问题 西方试图将俄罗斯粮食的出口问题 与解封乌克兰港口的事情结合起来 并以此为契机在黑海建立北约海军部队 而针对保加利亚驱逐了70名俄罗斯外交官 拉夫罗夫回应 俄罗斯70名外交官和行政、技术以及财务人员 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围 这与华盛顿对索菲亚的压力有关 而根据外交部的评估 这将使得俄罗斯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无法正常工作 拉夫罗夫表示 俄罗斯将会对此事做出回应 ну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тут по-моему очевиден это н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исполняющего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который имеет абсолютно открытую однозначную про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ориентацию готов выполнять любые пожелания своего суверена а пожелания суверена заключаются в том чтобы убить в болгарах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амять разрушить фундамент 拉夫罗夫在发布会上 还对北约邀请芬兰加入仪式 进行了回应 并表示俄罗斯与芬兰和瑞典 是不存在领土问题 目前芬兰的局势 暂未对俄罗斯造成威胁 凤凰卫视 尹利 尼显金 科尔廖夫 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军队已经控制了 乌克兰的卢干斯克所有领土 根据叙利亚战略之下指出 俄方的军事成就 已经使得西方国家没有其他选择 只能接受俄方控制整个 顿巴斯的事实 并且在俄方的条件之下谈判 来结束俄乌冲突 来看本台处大马社会记者 发回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乌克兰 在卢干斯克的最后一个 主要据点利息场斯克 实际上将东部地区 基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具序列军事战略专家 认为俄罗斯的 基于重要军事成就 将会迫使俄旧国家 来短俄 俄罗斯的领导人 接受俄罗斯控制 整个东巴斯 主打现实 否则俄军将会 继续向俄罗斯的 其他地区推进 إنجاز الروسي العسكري ستضع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أمام خيارات محدودة هذه الخيارات تتمثل بإظهار أن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فشلت في منع روسيا من تحقيق إنجاز عسكري ميداني كبير بهذا الحجم وبالتالي ستضع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في موقف يجبرها على دفع القيادة الأوكرانية للقبول بالخسارة الأقل حتى هذه المرحلة وهي خسارة 只是正式专家认为在俄罗斯军队完全解放了路干斯克共和国后 俄军也准备完全收复东南斯克共和国的领土 俄方也会集中力量来完全将乌克兰领土以黑海风格 更重要的是俄军将会向乌克兰收阻机肤的周围地区 实施更大的打击 来迫使乌克兰领导人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来尽快参与结束这场中途的谈判 而进入大陆营的问题 为了解一切与这个弹势的对抗 俄罗斯针对以中共控制了整个路干斯克共和国的领土 并准备继续收复整个东巴斯州 对此使军事专家签调 俄罗斯的这一军事成就 将会使得乌克兰在内的欧洲国家 布达布同意接受俄罗斯的条件 来中心启动结束恶无冲突的谈判 否则俄罗斯军队将会继续向乌克兰的地区深入退进 和对首都基辅地区击冲打击 凤凯卫视 哈萨巴斯 苏利尔 大马圣克尔报道 稍后回来等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接 欢迎回来 最近几段天气比较多 看一下香港商业电台的报道 说热带风暴艾利迫近了日本九州 预计今天登陆之后将会横过九州 再趋向四国和本州 那么在九州宫崎县的日南市 当局为了防止山泥清泄已经疏散了16万人 而日本气象厅预计艾利的环流 会为九州带来180毫米的雨量 而四国雨量更是会达到250毫米 内地广西北海市河浦县东北部在4号遭遇了暴雨 有多个乡镇发生严重的洪楼灾害 当地消防人员立即行动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北海市消防救援支队一共调派了7个抢险救援编队 共81人携带着11艘橡皮艇分头转移被困群众 在公管镇军堂村进村的道路被淹 地势低洼的多栋民房进水 被困群众急取转移 救援人员就利用橡皮艇将20多名群众全部转移 在邻近的村庄部分区域的水深超过2米 消防人员一方面组织村民向地势较高处集中 另一方面通过探查来确定转移群众的安全航线 经过两个小时百度救援 一共转移群众70余人 截至4号晚上的8点钟 消防人员在多个乡镇一共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00余人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 4号晚上新加坡总统哈利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透露自己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 目前症状轻微 而新加坡国会议长陈川仁也是发帖文说 他在国会开会之前检测时发现确诊 目前情况良好 只有一点感冒症状 而陈川仁提醒公众 继续保持警惕并接种疫苗追加剂 法国政府在议会选举结束之后 进行了政府的改组 4号也公布了新一件内阁成员名单 博尔内依然是担任总理 而各部门首长则是有了不少的调整 新政府将会于6号向国会宣布施政计划 不过博尔内拒绝举行寻求议会信任的投票 法国新一届政府完成改组 41名内阁成员中 包括21名男性 20名女性 总理一职仍由博尔内担任 另外内政 外交 经济和财政部长均保持不变 前卫生部长威朗成为新一任政府发言人 本届政府增加了19名新人 同时有5名前政府成员离开 新政府在4号当天下午召开了首次内阁工作会议 总统马克龙出席并发表讲话 他对于执政党拒绝参加议会任何形式的政党联盟表示遗憾 有评论就指出 这种情况也让马克龙想借新内阁组成 扭转其在议会弱势的局面而为泡影 根据计划 总理博尔内将与本周三在参众两院宣布新政府的施政计划 不过 政府发言人维朗却表示 博尔内将不会按照传统在之后举行寻求议会信任的投票 另外 总理博尔内还将与本周四召集政府部长讨论购买立法案 并提交议会审议 法案能否获得议会投票通过 将是新政府面临的首次考验 凤凰卫视 金亮 巴黎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再会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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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